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主义联合主办 中国工商银行 美国分行 Good luck 协办 在整个疫情期间吧 在美国我没有看过一出中国戏剧 所以这是我在我人生里边我觉得最长时间没有看看到的中国戏的这一段时间 所以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戏剧好像是那么的无关紧要 就是对于我们来从事戏剧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段经历吧 激起了我的斗志 所以我觉得要把中国戏剧必须得在这个地方做起来 让这儿的华人有戏看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中文的戏剧 能够加入我们 了解中国故事 用他们的才华能够把我们的中国故事能够讲好 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们的演员真的是来自全球各地 有在加州本地的 也有在中国的上海 也有在中国的台北 所以真的是汇聚了全球顶尖的华语戏剧演员 那我们12月份呢 进行了一个落地的排练 2月份在南海岸文化中心进行了三场的饰演 效果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也相信这部戏是在美国华人戏剧史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时光剧团汇集话剧舞台知名演员贾一平 吴静 董小燕 段旭明 歌剧演员崔南 特邀演员张军 律师倾情演绎东方莎士比亚 中国现代戏剧泰斗曹瑜的巅峰之作原野 这是该剧团首次把话剧搬上南加州舞台 一炮而红 在大洛杉矶地区刮起中国话剧旋风 现场观众王女士表示 她觉得整个故事线索很清晰 每位角色都生动地述说了自己生活中的困苦和挑战 然后这些线索逐渐交汇 形成了这个故事 故事清晰地描绘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不同角色所承载的不容易 也突出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性 在当下社会像曹瑜大师这样的故事具有重要意义 能够帮助人们审视自己的价值观 静心思考个人生活的方向 她认为贾一平很精彩地突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尽管相较原著进行了一些简化 但故事情节清晰 每个人物的主线塑造非常出色 当下社会��西兰 不得翻译 明镇审划 Et 아멘 麻烦 重 监 闻